各位亲爱的观众 居民 朋友 你们好 我刚刚代表维吻部长 从印尼的亚西安会回来 回来我们的小红点 你懂什么是Red Dog I just came out from Indonesia 我们他们问 新加坡有没有资源 有没有资源 有没有油 有没有地 有没有农田 有吗 但是为什么你们吃得这么好 我们穿得也不错 是不是样样有 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简单的讲 总理有说 我们这次的选举是分水岭的选举 我们要选第四代的领袖 我们第一代的领袖 李光耀资政 第二代的领袖 吴泽东资政 第三代 李沈隆总理 那么现在我们要选第四代的领袖 就是三代的领袖 把新加坡带进50年的奇迹 50 years of America 我们现在要怎样选出第四代的领袖 带我们进入另外50年的美国 How do we elect the fourth generation to bring us to another 50 years of America How 怎样 你们认为怎样 新加坡没有资源怎样进入另外一个50年的奇迹 你们想要怎样 第一就是政治的稳定 政治一定要稳定 怎么样稳定呢 就是要选出好的第四代的领袖 李沈隆总理有说呢 我们的维文部长 是现有的班子里面 其中一两位最年轻的部长50岁 其他的都50多60岁了 所以呢希望他跟我们这次20多位新的候选人 能够成立更好的我们的班子 带我们进去另外一个50年代 那么让我解释一下呢 刚才我们几位领导呢 已经讲出他们为这边的居民做了什么 那么几个星期前呢 也讲了未来武器班将 荷兰武器芝麻的五年计划 所以我相信你们都很清楚这点 I think the last few weeks they have showed you the five years plan so 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the hardware of荷兰武器芝麻 and the Bukitpanjang but I want to touch on the hardware 新软件 为什么这四个对我们 制造我们选呢 为什么制造我们选 我跟维文部长呢 在社会发展青年体育部 共事大概七年 那么我跟他学习了几样东西 第一点 他每样东西亲力亲为 刚才 Dissusia有讲的几个例子 我们过去几年 成立了社区关怀基金 我们颁发了两亿 给这些低收入跟贫困的家庭 他跟我说 我不要看到有任何人睡在马路 我不要有任何人饿着肚子 我不要任何个小儿子 没有学校去 我不要任何一个人要有工作 没有工作做 我说哇不容易 还有呢 最重要的 他还说 没有错的门 每个人打电话给我们的布 每个人通过我们的基层组织 没有人可以说 对不起 这个不是我们管的 咱们去免的布 他说No There is no wrong door This is the condition set up by Dr. Vivian I work with him No wrong door 就是不可以讲布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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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不可以讲 不可以 因为很多事情写出来是吗 根据我们的条规 我们很容易讲 不可以 他说不可以讲 不可以 要从可以的观念 去找解决的方案 He said You cannot give the answer no You must give the answer yes And from there How to find a solution Even if the present rule doesn't apply You must find a way out 所以呢 第三 他讲 不要随便 起那个收费 那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呢 好像我们的婚姻注册剧 我们要人家结婚生孩子 对不对 那么他说呢 我们的资源说 11年没有起了 我们现在电脑费 租金费 水电费 什么什么什么 很多理由 还有呢 我们资源的薪水都起了 他说部长 我们要起30% 他说 那些要用 我们的花园 要问我们的大厅的 你可以起一点 但是那些比较贫穷的人 要结婚 去那边签一个名 为什么要起 你明白吗 那第三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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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registration and merit you should not increase the fee you just go there register make a job and sign wow we all headache we must find a way so we are very happy today ROM maintain the same registration fee 还是一样的 注册费 所以委文部长 在这样的一个 领导下 我们分了 2亿 200 million 还有 Touch Harmony Life 160,000 Live 那么 那么 让我解释一下他呢 他个人呢 是一个演歌专科 他有四个孩子 他一个非常可爱的贤惠的太太 那么生活相当舒适 为什么他要出来 为什么 就是我们领导 劝他出来 要他带领我们新加坡 进入另外一个 第四代的 这个未来的50年 这几位年轻有为的 候选人 你知道 这个神隐女士 他也是很成功的 这个公务员 他最后的工作 是李治正的特首 四人秘书 他跟我说 我的生活还不错 做这个公务员 还做得蛮不错的 我不想出来 还有两个孩子 我说你一定要出来 因为我们要双语的人才 所以总理也劝他出来 因为他妈妈的支持 他今天终于出来 我也说晚上要打电话 跟他们打电话 打得很辛苦 我丈夫说你在搞什么啊 你天天打电话 逼人出来 所以呢谢谢你 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年轻人 还有他在国会 他在国会 你不要看他这么英俊潇洒 Handsome man 还有呢他在国会很客气的 但是呢 讲到基本的原则 讲到人的爱心 讲到人的福利 他是不让步的 他还是赞助人的基本爱心 刚才你看他讲的都是爱心 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梁延华呢 是DBS的banker 所以可以跟我们管我们的财政 跟我们质问我们的参政部长 那么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博士 张和平博士 他是度这个建筑研究 所以我们这个偷考车 给他管得很好 硬件我是不要讲的 所以我在这边呢 就是说 我们新加坡你要记得 为什么我们有今天 为什么 不只是好政府 好的人们 因为你们 good citizens good people hard working people united people 还有 multi-racial cohesiveness harmonies industrial peace and so on 所以有了你们好的人们 有好的政府 我相信 我们和浪武器之马 在维望部长的领导下 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生活 更美好的家园 而且更好的新加坡 所以在这边 我希望你们 再投行动党一票 我们55年 一直得到你们的支持 所以希望另外一个50年 得到你们的支持 可以吗 可以吗 在投行动党一票 so vote for 海文不坚加 DAP team thank you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